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从新手到高手 学习如何使用Windows按键 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分享荧幕画面 已经有了 为什么 连结中段 OKOK 我再分享一下 这里 这样进来了 好 那我们在Windows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键盘 我把它丢到里面来 OK 其实我们平常都会用到这个Windows按键 刚刚同学已经有提到 几个工具可以用 对不对 就是Windows加上什么 我可以把白板绣出来 绘图绣出来 那事实上我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萤幕上画图 也可以 都一样 在这边 我可以用法鼠直接打 也OK 那我直接用另外一个 这个 压下去之后 你看我在另外一边 这里 有没有跟我刚刚一样 我在这里Windows的按键 刚刚有同学提到的他加上H FGH HHG的旁边在这里 如果你是加上H Windows加上H 它其实就是什么 语音输入 当然这个是只有在Windows11才有的功能 好 那刚刚还有同学提到Windows加上什么 最右上角的这个P 不是Print 是什么 投影 我们常常 你看 我们有投影机 或者是有双萤幕的时候 我们按下Windows加P 加上P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是要同步 还是要延伸 像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 刚刚同学还提到 Windows加上Shift 加上S 这个的话就是 新版本的Windows抓图的功能 抓图的功能 你可以用这样子去做截取 不过之前 前一段时间 他刚好有一个资安问题 但是应该已经修正了 就是你用的这个功能抓的图片 假设你有抓一些 就是需要隐蔽的资讯 我们会用什么 会用模糊化 对不对 会用马赛克 但是 这个有做等于没有做 因为 他清晰的图片 还是存在那个档案里面 所以后来他有做这个修正 所以如果以前 你曾经用这个抓过 比如说有一些账号 密码 或者比较不适合公开的资料 做过模糊化的 可能你自己要留意一下 好 那除了这些功能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 有 还有很多别的功能 你们只是没有特别去用而已 还有什么 好 来我们分享一下 Windows加上哪一个 这个ABCDE的E Windows加E 会变什么 开档案总管 他会打档案总管打开 这样就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你每次要打开档案总管 就从这边直接打开就好了 那Windows还有什么 加上TAB 加TAB 那这个是什么功能 平常我们在切换应用程式 同学可能会看过这一种 你们没有看到画面 因为我再另外一个萤幕 你如果是Auto 我们最常用的切换应用程式 除了从最下面这个 直接切换以外 我常常会搭配Auto 加键盘上的TAB 但是这是传统的 可是你Windows加TAB 一样的功能 但是怎么样 比较炫一点 他会不一样 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这里 你看 有没有不一样 现在你看到的是就不同 事实上我们Windows10之后 有增加一个虚拟桌面 他有虚拟桌面 你用这个按键就会看到 就会看到 所以平常你是按这边才有 就是下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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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虚拟桌面 所以如果说你有需要两个三个桌面 然后各自开不同的应用程式 就好像双萤幕一样 你也可以用这种功能 在下面这边直接切换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功能 还有呢 我偷偷看一下我的Notion笔记 哈哈哈哈 哦 P1 Tab 哦 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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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大家没有开的 来我问一下各位 你们的那个Windows 你们的那个Windows的剪贴簿 平常会记得几个 有人还有提供有没有 同学还有提供这个 按下D就回到桌面 对没有错 其实你按下M也可以啦 Windows加M也会回到桌面 那R就是直行 那Lock就锁定 D OK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 这个功能大家比较少用的 就是 平常大家的Windows剪贴簿 有没有发现它永远都只记得最后一个 对不对 它都只记得最后一个 那如果你希望 哎我有更多的 其实平常我都是这样用 但是我不是用Windows内建这一个 来你们看一下 糟糕 这样被我挡住了 来这里这里 你看 我有用过的剪贴簿内容 有没有都留着 所以我可以 所以我可以 你们现在看我的画面 应该有 这里有 好 就是我都会留下来 那如果你希望 透过Windows内建的软体 你可以搭配什么 你可以搭配这个 Windows 加上V 加上V 因为平常我们复制贴上 你是Ctrl加C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Ctrl加V 那你现在把它改成Windows加V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一样 来你看我按下去 这个我把那个 我把我的按键把它秀出来 我们家的 好不见了 没关系 Windows加V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有没有 好 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它说 请你 要不要允许 就是 我们把那个多重剪贴簿的功能 把它打开 好如果我把它开启 OK 那你现在看到它抓到我们现在的 第一个 对不对 第一个那个 剪贴簿的内容 那如果我在这边 我再来复制一下我的图片 好按右键 我把这个图片复制起来 好我再把这个文字 把它按右键 复制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按Windows加V 你有没有发现 剪贴簿的内容 有没有被 记录起来了 所以你随时要用这个 你就点它 你随时要用另外一个 变成图片的 我就是用它点下去 甚至你还可以编辑 那如果你有需要 也可以把它自顶 这样就不会不见了 这样了解吗 对不对 这个功能平常大家比较少用吧 因为预设它没有开 那如果你有登录 也就是说你在用Windows10 或Windows11 你登录的时候 就是开机的时候 有登录Windows的账号 你可以选择把它的剪贴簿同步 那这样子你在别台电脑 你的剪贴簿内容 你就会跟着同步过去 好这个是你用它内建的 这样会的吗 多了一个对不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哪里 在这边 来我打给各位看 这个 我们Windows 如果你想要用表情符号的话 怎么办 Windows 就是加上那个一点 就是那个逗点 句点 那个一点 你看 点一下 有没有表情符号就跑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按下去 这样就有了 好 那这些呢 都是你只要在能够输入的地方 只要能够在输入的地方 为什么打不进去 反正这边你就可以 难道这里它不支援吗 应该有 只是 现在大概卡卡的 OK 好 好 那我就录到这边 你看 这样不小心就录了10分钟了 对